K.O.A 4STAR 今天是6月9號 星期四 上一期公告只有一個嘛 就是分享攻略 想分享就來分享吧 這邊 獎勵的話還可以吧 召喚券 就是我覺得你稍微用心一下 然後把一些圖片文字敘述 貼貼寫寫 應該就可以了吧 最佳攻略 那要拚一下吧 因為有時候會有國外玩家 我不知道有沒有含在裡面 OK 就這樣吧 現在目前應該是會比較容易卡80吧 8085吧 好 那這期來玩 安琪跟這隻雷歐娜 打修羅道 看看可不可以打 這隻應該還是不能打啦 這隻爆破不強嘛 所以就很慘 修羅道不能用 這隻OK 因為它的那個雙劇毒嘛 然後可以爆破5.5倍 所以是可以的 可以拿來用一下 那安琪的話應該沒問題啦 我還沒有試 但是應該沒問題 待會我用用看 好 那卡片的部分 待會就直接看吧 好 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吧 挑戰副本裡面修羅道 快打完之後 很多人應該都逼野了啦 很多人可能都逼野了 那我覺得 沒有安琪之前比較難的應該是綠屬性吧 那有安琪之後綠屬性可能會好過一點 只是可能喔 只是可能會好過一點 那第一關是直屬性關卡嘛 直屬性關卡我也沒有說特別強啦 就 怕猴鬼 這兩隻是 這一隻大蛇的話有神聖爆破嘛 所以你要練 如果你還沒有畢業的人 這次一定要練 最好能覺醒轉化啦 覺醒5星嘛 然後ES轉化 應該會更好 然後真靈嘛 真靈的話啊 他是雙負面吧 但是沒有爆破 所以這組弱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兩隻比較弱 那靠猴鬼 黃屬性的話很簡單 靠陸克 但前提是你要有啊 快打的話應該 大家都有吧 綠屬性也很慘 綠屬性真的很慘 就沒有 白盒有一點點爆破 然後這隻無名是必殺爆破 跟那個雷歐娜一樣 BS雷歐娜一樣 然後這隻村莉沒有爆破吧 印象中他還沒爆破 對 他沒爆破 所以很慘 很慘很慘 綠屬性我很慘啊 你搞不好你不慘 我比較慘 我原本我用什麼組合啊 忘了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 綠屬性的話我大概打到68吧 69 70 我就用快打三人組 去用 那個空氣波動拳啊 然後 春麗啊好鬼啊 用護盾 勉強過關吧 所以綠屬性的話 我用這隻啦 我用這隻 我用這隻 聖騎士這隻伊諾 他有劇毒爆破一點點 所以隊長的話 還是只能用百合喔 百合 安琪 然後剩下一隻 看你要用春麗還是他吧 伊諾 伊諾爆不太起來 也是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春麗沒有爆破有點可惜 不然我也七十等了 變成說你用春麗的話就會想辦法拖時間 奧伊拖時間 因為聖騎士的爆破好像才兩三倍吧 不多吧 我印象中才幾倍而已 有點忘喔 我只記得 這是不太高啊 還是也是有4.5倍啊 啊 聖騎士應該有4點多倍 四五倍吧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是不是寫在核心啊 5.5倍 這也是還可以啊 只是這隻伊諾他本身自身傷害可能就只有 把技巧之物大概70刃的傷害而已 所以爆起來沒有很痛 就是你打到 後面的層數之後 50幾層打到60幾層 然後後來打到越後面就越難用 所以我就打不動 我印象中他是這樣 我這隻當初就是這樣打不動 可能卡片也要換吧 換那個幸福套什麼的 可以追加傷害 待會再來換吧 反正現在我們ES格鬥家的話有五個屬性都有了嘛 黃屬性兩隻啊 黃屬性的話還有那個龍嘛 這邊再換回龍就好了 輕鬆打 我待會不會演示啊 我待會就自己打 我就演示綠屬性 跟待會要打的藍屬性 好 那紅屬性的話就誰啊 欸 怎麼不見了 紅屬性是誰啊 啊 拜生 快打裡面是拜生 然後 ES格鬥家裡面是那個 草屜吧 我沒有 所以我沒辦法 我們來看一下 我記得 如果你都有抽的話 對啊 紅屬性你用草屜應該輕鬆過吧 我沒有啦 所以就只能用這種舊組合 這個組合的話 千賀有爆破 然後這隻有爆破 這隻也有爆破 三隻都有爆破 只是傷害的話 痾...我這邊千賀稍微高一點啊 兩百多耶 泰瑞就低一點 因為泰瑞只有一星 那這隻也還好 所以紅屬性對我來說也比較辛苦一點 好 五屬大概是這樣 我們來玩一下吧 藍屬性 那我這邊原本這個位置是用誰啊 用那個 來看一下好了 沒有雷歐娜之前我是用 喔 瑪莉 SS瑪莉 SS瑪莉也OK啦 喔 這裡SS瑪莉 SS瑪莉有基因瑞 那個超痛 但是前提是小兵跟BOSS要有霸體 然後這個洛卡爾他的出血就是有點像追加傷害 那這邊春莉萌啊 不用說春莉萌 好 春莉有爆破了 他還是有追加傷害吧 來看一下 春莉是動傷嘛 20解除 爆破 然後他有一個追加傷害 這個 這個 800%的追加傷害 所以春莉也是萌萌的 OK 那我們來玩一場吧 我先玩第一場就是用這隻 雷歐娜打小兵 都不要換人 然後第二場再用別隻打小兵 然後BOSS用雷歐娜打來換 我沒打過啦 試試看 那雷歐娜有小貓套嘛 這個小貓套可以拿用 這個作戰小貓中毒佐傷電擊 他是作戰小貓 好 作戰小貓在這裡 然後那個 他的爆破是這樣 就是技能2、3是中毒 技能1是沒有的嘛 對不對 技能2、3是劇毒 劇毒 那他的爆破是這樣 就是被打的時候 被打的時候敵人會中毒 然後把3倍反還 那主動命中的時候 中毒敵人狀態時 可以把中毒傷害追加5.5倍 也就是說這邊應該是要 2、3、1或3、2、1 因為你一定要先出劇毒 然後再去爆破他 然後再出劇毒 再爆破他 就是比如說3好了啦 3然後2去觸發這個爆破 然後這個 這個又會讓他劇毒嘛 然後1再去爆破他 我還沒有試出哪一個好 就是3、2、1還是2、3、1 但是我覺得2會好一點 因為2是一個氣功擋在前面 因為這次雷歐娜他的判定範圍很小 就上下左右的那個判定範圍很窄 而且出招很快 不太容易輕小兵 然後他本身沒有護盾 沒有極限護甲 有啦極限護甲有啦 極限護甲有啦 極限護甲在這邊 打那個中毒敵人的時候才有 所以我建議是2、2起手啦 就用氣功擋 擋在敵人前面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跑給敵人追吧 畢竟這種格鬥家不是SSBS 他用起來就沒那麼好用 拳腳有優化啦 那個出招速度比較快 好這邊都是演示給一些 還沒有過修羅道的人 提前要練好這一隻 這一隻大蛇都要練 紅鼠鏡搞不好 那個98路卡好也可以練吧 那是出招有夠慢的 有夠慢的傷害不太高 好那我們準備來吧 藍屬性懲罰 最近那個 我看一下昨天沒什麼人留言 有點冷清啊 快答 不是快答 我們KOF 越來越冷清了 留言的玩家越來越少 表示氣坑的玩家越來越多 觀眾有越來越少啦 一直在流失 玩家少的話觀眾就少 好我們來玩一下 我們來玩一下 好是可以爆掉的 可是他技能是可以 一波爆掉小兵 但是前余力一字你要打到 好是可以是可以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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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死掉 這就是沒有極限護甲的缺點 我本來想說它沒下來對不對 我先放個氣功球 結果我來不及放就死掉了 但是我現在已經證明了 就是你只要控好它的話 它的技能是可以 清掉一波小兵的 那就可以換了 那個什麼真靈啊 我剛剛打那場直屬性的功法 什麼真靈啊大蛇都放不到 這隻放得到 因為它本身可以打200多位的角色 就是用機甲之骨來盆量的話 加上它的那個爆破是5.5倍 所以它是可以辦到的 我剛剛試了一下是可以的 反正我們不是 我們不要不是說要輕鬆過嗎 我們是要展示這隻是可以的 所以這隻的用處 在這邊可以用 劇毒的話也是OK的啦 但是它那個氣功球好像 不是說所有的那個 都打到有沒有 不好用對不對 就我剛剛說的那個問題 很難用 判定太小了 你看判定有過小的 哇這招怎麼先出道還衝那麼前面 好它打不到敵人 可是正常不會用一隻打全部嘛 那你要跑給他們追 正常的就是一直輪踢一直輪踢 這樣才有奧義嘛 好 沒錯我們在玩最後一場 正常打然後 我讓那個雷歐娜來打BOSS看看 只能說它的判定有點小啦 然後出招太快 精神像是先衝再斬刀 那個已經打不到敵人了 你可能就不能跟敵人靠太近 那我就正常打吧 就路卡爾打一打 然後放個純粒打一打 三個人輪流換吧 這隻還是有缺點 就是判定太差 這是最難打的小怪 就是機器人 機器人最難打的 因為機器人會一直發雷射 那個很難打 好我們幫路卡爾 承兇一下 那路卡爾它那個出血又其實沒有很痛 有沒有發現 雖然都有中招 雖然都有中招 但是沒有那個雷歐娜 我們先把它擊倒一下換雷歐娜 那個沒中毒啊 好無敵啊可惡 好中毒了對不對 1 2 3會不會好一點 打到幾條啦 5條 打到沒有奧義了 沒辦法 他連招不好 哇 死掉 好啦 明明強強可以用 只能說要練習啊 還是靠村莉 他一直給我防禦 不是防禦他被我冰凍 好 可以幫忙打5排血以上OK了啦 而且秒數還有啊 只是我死掉 好 呃 結論就是 堪用啦 堪用 有傷害但是技能很難用 變成說你要練習 然後找一個比較好的連段接招的按法 好 打完 那這邊的話我自己把這些關卡打完 呃 用紅屬性的 綠屬性的 黃屬性的 呃 綠屬性嘛 下一關 第四關 我待會來打第四關 好 這邊先切過去 先切過去 好了 打完紅屬性關卡了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呃 我泰瑞打不過 然後我就換敗身 然後還是打不過 我就換了幸福套 追加傷害 還是打不過 怎麼辦 我就換了那個 服務生的痛苦 就打過了 差很多啦 差很多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打不過的時候對不對 你全部都用幸福套 幸福套 來看一下 只有一天的幸福 可以追加傷害嘛 然後還是打不過 我就用這個 服務生的痛苦 這邊有一個150%的動傷傷害 這就不會被懲罰嘛 結果變成說我就 三套幸福套 三張動傷卡 就打過了 因為這個我以前打過嘛 可是 我都沒有進步啊 我頂多就是只有這個 千和有進步嘛 我已經忘記我以前怎麼打了 要配卡啦 不然我紅屬性太弱 那個泰瑞沒臉 可惜 派生只有三星可惜 就這樣子啦 然後我沒有那個 EX草屜嘛 總之好辛苦喔 綠屬性的話 我以前是用那個 快打三人組的組 因為這是那個 大場景啦 就只有一個場景啦 比較好打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一組吧 這個 可憐也打不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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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換新福套 馬上換過來 我們把剛剛那個記憶一下 呃 呃 拜身平常會用 這個 這隻索爾 也會用 那怎麼辦 我要再換卡片 比較麻煩 還是就不管就這樣吧 好就這樣吧 反正我們不是靠伊諾啦 我們靠那個 我們靠我們的那個安琪 好 那幫他裝個這個 隨便裝一張卡吧 我來看一下純粒 純粒 我沒有純粒 我是用這個白河 白河喔 好吧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試試看試試看 打不過再說 好 來吧 我也沒打過啦 試試看安琪效果怎麼樣 小兵的話就交給百合吧 我是覺得你真的打不過就是 幸福套加那個 浮身痛苦 這兩個應該會好一點 你會有感提升 追加傷害 不然真的 打了四場好辛苦喔 以波性 這好兇喔 應該心臓過了吧 等一下CD 這個大長矢原本是打不過的喔 原本沒有安琪的時候很難打 可能是那個小兵還打得過BOSS吧 不知道BOSS會卡住 真的差很多 怎麼這麼慢啊 唉唷這什麼奧義啊怎麼那麼鳥 好應該快100%了 暴氣了暴氣了 這穩過了啦穩過了啦 因為我們那個都40幾秒 我們那個安琪下來就過了 個人認為 有沒有包下去三格學 講三格學 而且這是沒有觸發那個不能投資的 你如果有辦法讓他霸體然後再去摔他的話可以觸發他那一招核心技能 這招真的有點久 好跟我預想的一樣 安琪單挑過關 這個傷害有5600M的話就是這樣 就跟那個什麼豪鬼啊一樣啊或是陸克啊 好為了打到這一關花了好多時間 因為我紅屬性的已經好久沒打啊忘記耶以前怎麼過的 現在變成我這些屬性的話就直屬性跟紅屬性比較難過 沒有牆角 那這就不打了啦這個黃屬性陸克嘛陸克龍 然後這個陸克單挑就過了 70層是這樣 好給還沒過的人就加油吧 假設還是要抽啦 那結論安琪抽下來綠屬性沒煩惱 抽不抽看你們 還有10幾天然後 這一隻有傷害真的技能判定很低 然後觸招很快沒有什麼連段 然後總之他沒有極限護甲 有啦要觸發很難 小兵的話被包圍的話很危險 像剛剛那個大場景 小兵在左右嘛 你很難把他們聚在一起 他是有傷害有爆破 他爆破也不是說很好用 因為他不是 他是要依靠別的技能去持續爆破 然後他那個 技能外的那個氣功 範圍也很小 有些敵人都不會被打到 大家剛剛看我打的時候就覺得不太有用嘛 氣功球然後敵人遠一點就不會被打到 就是一群怪聚在那邊 然後會打到 他抱進那個球然後後面的就沒事 然後技能3就先滑蕾再斬刀 也沒有說很好用 因為他們很危險啊 不如用E起手吧 E spot 大概是這樣大概是這樣 好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囉 給大家參考一下吧 好了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